而且據說臺灣勞工的過勞的 這個現象居然排名全球第四名 沒有錯 主季處的一個資料 今年第一季的經濟衰退是3.02 但這個不是最恐怖的 現在正在經營最恐怖的 這個叫五窮六絕 所以主季處預估 今年的第二季衰退的幅度 會高達6.37 但在這個撞擊當中 現在很多不好的消息 一折一折的發生 我們現在看臺積電 好多人最近都在說 台積電最近股價好像比較溫 這是事實 台積電目前在走所謂的下降區間 這我們跟各位談了 大概兩個禮拜了 但最近很多的數字 談出來還蠻恐怖的 台積電那個先進晶片做好之後 他必須要鑲到一塊ABF版上面去 ABF版台灣有三家 那麼日本有一家 分別這四家是最大的供應商 結果最近南電提出了 他今年第一季的獲利出來之後 大家嚇一跳 講南電可能大家比較不熟 但講南亞電路版 這個可是名門正派 台作家族的 一口氣的獲利衰退了54% 結果這個只是台灣這一塊 台積電目前五大客戶 完全都在營利峰當中 最大的叫蘋果 再來叫高通 AMD目前的狀況也不好 所以電子業就比較蕭條一些了 那現在大家台灣最大的問題在哪邊呢 低薪高房價 那低薪高房價當中的現在的房價 真的是讓人受不了了 為什麼呢 從今年以來 我就一直在弄不太懂 好多那種台灣的所謂的過去的 衛星的地區了 一瓶房子現在說 哎呀我們現在好便宜啊 一瓶才賣各位四十幾萬 貴心了 已經很外面了 就是在捷運的最後幾站 賣四十幾萬 稍微可以看的地方了 現在連新北市都七八十萬 所以呢房屋的銷售 也嚴重的一個衰退 那目前包括了國發會跟金管會 我個人入行二十八年 這兩個就是啦啦隊 行情好的時候就說 哇很棒 行情不好的時候就說 哎呀我們現在體質還不錯 永遠都講一樣的話 所以當主管的 其實也蠻好當的 但現在飽二成為一個重點 那現在呢 重中之重在哪邊 重中之重還是在勞工啊 為什麼呢 因為勞工是整個國家 真正最多人在工作的 而且是整個國家 最穩定的一個階層 結果臺灣的勞工 想不到這麼辛苦 發生什麼事呢 低薪這個大家知道 高工時其實也是大家都知道 結果現在勞工發生了 他們說他們回家之後 都好累哦 只想要休息 所以呢甚至於連消費啊 打打手機上上網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不婚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呢 網內一看 原來這當中有貓膩 為什麼呢 臺灣現在很多的 整個所謂的工人呢 叫三班制 早班中班晚班 一天二十四小時 分成八小時輪流上班 這個是一種 另外一種叫做四班兩輪制 四班兩輪制是什麼呢 四班兩輪制就是一次上日班 一次上夜班 再來休假 然後呢就一直滾 一直滾一直滾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哇 這樣子對身體很不好 對不對 對 所以為什麼歐洲跟美國 很難去產生這種 所謂的兩 四班兩輪制 因為在勞動法很難過 但現在呢 過勞的現象呢 就非常的普遍 所以臺灣的年工時呢 居然超過兩千個小時 在全世界排名第四 難怪大家不婚不生 為什麼呢 想一想工作真的非常累 這當中最累的是誰呢 各位醫療業 醫療業最近這個案子 讓大家罵到不行 為什麼呢 各位你們都知道 現在蛋買不到嘛 那最近慢慢買得到 對不對 蛋也漲價了 一顆茶葉蛋 現在的價格是十七塊錢 各位你去想 我們說現在最糟糕的 蘇一峰醫師 為什麼會寫這篇呢 很生氣 因為我們臺灣都有一個 錯誤的一個觀念 我們把醫療業當成服務業 醫療業絕對不是服務業 他是在救人的 所以他有所謂的先後順序 他有所謂的緊急跟非緊急 結果呢 各位都知道前幾年 在疫情嘛 那疫情當中呢 就很多人去做 整個所謂的裁 裁檢 裁檢那個病人的樣本 對不對 看到這個我都連我都氣了 各位兩個月的裁檢獎金 又起九塊錢 九塊錢臺幣 在臺灣嗎 九塊錢 怎麼可能 這個數字 講句實在話 殺傷力不大 侮辱性極強 為什麼呢 一顆茶葉蛋都十七塊了 你分醫護人員分九塊 這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很多那種奇奇怪怪的現象 最近柯文哲也被罵 柯文哲他不是說上臺去 你們很多的那個科系教授教出來的就沒有用嘛 結果呢 整個民眾黨自己找人還是最低薪 然後呢大家最近看到這個呢 開始有點羨慕 為什麼呢 原來有個外送員啊 他就曬出了他的報稅單 他的報稅單 繳了一萬七千零九十六塊 稅額所得稅是七十六萬 大概月薪所得是六萬三 看起來很風光 但是我要把內部的 要跟各位說清楚 因為來龍去賣各位這個 我們一定要給各位吃到 各位你曉得 我每次看到那個外送員好辛苦 現在外面的溫度三十六度 我們每次去吃飯的時候 外送員是一台接一台在外面等 因為他要外送嘛 對不對 風吹 日曬 雨淋 之前有一個外送員 不小心被車撞了一下 在整個家裡面躺了兩個月 有人陪他嗎 他有公保 他有勞保 他有大公司保護嗎 通通都沒有 所以各位要記得 這個你要自己承受的 這跟計程車司機一樣 我曾經有一次去做 要去機場出國 坐那個計程車司機的車 我坐到會怕 我說你幹嘛要飆這麼快 他說我們是算燙的 一燙一千二 我今天如果出 坐了一燙是一燙 坐五燙是五燙 我今天如果生病 在家車子壞掉 我可是一燙都沒有 所以各位你要去算清楚 很多的自營商 其實風險要自己承擔 所以很多的網友說 哎呀我要遲遲 請各位你要想清楚 你不要去外面曬太陽 曬個兩天 哎呀好熱啊 雨這麼大 其實這個是很累的 那目前政府知不知道這事呢 知道 政府談這個事情呢 從過去的幾年當中 一直在談 但是談歸談 有沒有見效呢 沒有 所以最近政府要花一百六十億 來就低薪 但目前來看 還是可能會呼口號 為什麼呢 現在就說四年後 青年的軍薪達到四萬兩千元 講到這個 我心中就一肚子氣 各位你知道嗎 我們二十幾年前出道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考試考整個所謂的進去 所謂的標準銀行 那時候還是標準銀行 因為我後面標準銀行 無法養家 我到外商去嘛 那時候在標準銀行上 辦一個月薪水 就已經快五萬了 四萬多的獎金 加上加級 加上其他的 結果現在呢 銀行的薪水 大概只有兩萬多 那四年後呢 很多的青年就說 哎呀有三萬二就偷笑了 可是各位你去想一想 過去的房價 過去的物價 我們剛出社會 那時候三十年 二十八年前 三十年前 我們五十塊六十塊 可以吃一頓飯 我們現在聽到 那好多年輕人 我們去那種帶那種青年 帶志工 好奇怪 現在隨便大男生吃個飯 要一百五 那你薪水那麼低 日子要怎麼過呢 所以目前低薪這個狀況 能不能夠解決 這個就有賴政府的一個大智慧 但沒有想到 這時候有個黃金事業產生了 臺灣到處都有所謂的便利超商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居然有一個行業比便利超商還要更多 答案是什麼呢 藥局 臺灣居然有一萬五百八十四家的一個藥局 到處都有 那這個藥局呢 一個藥局 現在的藥局都是這麼做 為什麼會藥局這麼多呢 很簡單 因為長兆籤非常多 長兆籤就是你三個月或多久你要去看一次病對不對 但是你不會回到大醫院去 所以你時間點到 你就會去他那邊 去那邊之後呢 你不會進去只拿了藥 你會順便拿個益生菌 順便拿個什麼醫療藥物 順便拿個什麼 擦蚊子癢的 順便買一些其他的 所以呢一年的產值 居然高達了一千六百六十九億 這很嚇人啊 但這個很嚇人的背後 還有一個可怕的現象 這個是老人化社會指標 一個國家就是老人很多 才會很多人需要吃藥嘛 所以雖然藥局賺大錢 但這個對社會的長期制度來說 可不是好現象 好 最後來談這個 臺灣最美的其實還是人啊 為什麼呢 因為從過去這段期間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過 臺灣的旅遊品質 臺灣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亂象 但我們臺灣的鬼島 這一點就世界第一 為什麼呢 好多來臺灣的觀光客 好多來到臺灣 長期旅遊的一個網紅 他們就說了 臺灣人真的是善良 真的是好心 真的是好客 所以這個為臺灣提升的一個檔次 就要請這些旅遊網紅們 記得訂飛機票 下次有空再來臺灣玩 版面